全民国家安全政策 开拓一世 现在与时 请你认为掌声 欢迎各位总体赛典计划 唯物国家总体安全是确保国家的主权 安全和发展的利益 以及确保澳门特区长期繁荣稳定的根本原则和基本要求 澳门居民在这大肆大肥的面前 一直以来绝不含糊 这不仅深刻反映了澳门社会代代相权的爱国爱澳传统上 也生动体现在去年至今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的行动中 广大澳门居民素有爱国爱澳的传统 胸怀强烈的国家认同感 归属感和民族自豪感 世代全程爱国情怀 澳门违规祖国后 基本形成爱国者自豪的良好局面 中央人民政府对特别行政区有关国家安全事务负有根本责任 特别行政区负有维护国家安全的限制责任 对此我们必须增强国家意识 增强大局意识 全民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 共同维护国家安全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 在特局政府和澳门社会各界广大居民的共同努力下 澳门维护国家安全的制度体系将更加健全 决心将更加坚定 力量将更加壮大 澳门一国两制事业的前景将更加光明 非常感激的 ull度提供 增入入ise om 国家安全观 努力维护国家安全和澳门的 cycles 国家不同国之地 当家作者 cuanto整个觉得 因为第五 recipe 特區政府提出了四種希望 特區政府和社會團體還紛紛舉辦國家安全 教育活動